各位先進,謝謝大家來參加這一個session 那,這個session是關於NGS,data,還有visualization 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這個條science裡面呢 除了影像的beta以外 那最大的beta來源就是NGS,data 各式各樣的NGS,包括Gnome,Church,Dome,MS,Dome 或者是各樣各種各樣的那個維新的NGS,Data 那,所以這個session呢,我個人認為在我們這個會議裡面是特別重要的 那我們非常高興今天邀請到這個feel 我們張惠頂尖的這個科學家,來幫我們做介紹 那我們第一位演講者呢,是我們中文院資科所的這個許文言所長 那,那許所長呢,他是1973年在我們的海道數學系畢業 所以他的數學比例呢,會成為深厚 然後之後呢,就到訪問,取得他的MS跟PSP 是在這個ovulation research 那,大家都知道,G老師是我們中文 這個自然語言處理的國際資源的專家 我個人,所有的電腦,我們通通都裝那個自然輸入法 而且,絕對都是前用許氏鍵盤 那,因為許氏鍵盤實在太好用了 我用過許氏鍵盤跟自然輸入法說 所有其他中文的輸入法,我都覺得是這個,我都不想用 不是,許氏鍵盤是他內建的一個功能 就是,他是把那個,中文的輸入法,變成你用音打的方式 就是,只要換音打,很快就上手 許老師,我幫你們推一下 因為我實在用的非常的喜歡 只要換電腦,我一定會換那個自然輸入法 那,當然我們那個許老師呢,他除了自然輸入之外 他在生物之系,也有非常深的造力 那,我最佩服許老師的地方就是說 他常常用一些看似非常簡單的方法 然後去把過去一些複雜的問題 把他解決,然後把他優化 這個很像一個金融小說 你用那個提琴酒店,漸漸直指要他來 那,我非常興奮今天這個許老師要給我一下 然後讓我們對這掌聲來歡迎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掌聲 謝謝你們的DNSA Analysis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這個,產生的那個,實驗產生的量非常大 所以需要很快的一個分析 很多人都是說 後面的那個,要做到Ferent Calling 要等非常久 所以現在很多 Sievenson Center 都在排長龍 那 我們現在,我們現在還沒有發表 我們現在還沒有發表 我們現在還沒有發表 但是,就是說 DNSA Analysis 我們已經做到跟Mapping差不多了 的速度 完全不需要經過那個Kid 因為發生了 很複雜的內容 等一下我再講 所以我先講一下 這個前面的一個 REAT mapping的這個algorithm 這個首先 就是,在這個早期的時候 很多Compure Science 80年在做Sampling 但是這個Human Genome 或者是一些比較容易的 這些Species 到時候都有Referent Genome 所以,不需要重新找Sample 那我們只需要去 跟那個Referent Genome 對 所以這個 Referent Genome 就可以變得非常 popular 其實我每一年的 教這個生物資訊 都在教Algorithm 裡面 最重要一個就是Alignment 我想這個 連生物學家都已經 大概知道 這個Alignment大概是怎麼做 Alignment 就是一個最 最popular的一個軟體 弄得最多 但其實Glass的效率 並不是非常好 我們也希望能夠把它 加快1000倍 不過現在還能做到 希望明年的時候就可以做到 但How to deal with a mismatch? Alignment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說你要去比對 兩個Sequence的時候 你希望說 你從 相同的點開始 然後一直Alignment下去 Alignment到一個地方 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要做一個決定 就是說 到底這是因為他們有Substitution 還是因為它有別的 別的情況就是說 它有Addition 所以你這樣的話 黃色的往右移一下 藍的留在原地 或者它是一個Insertion 黃的留在原地 藍色的往右影響 這三個可能 沒有辦法當場決定 要看後面的Sequence 到底是什麼樣的 那我們知道 Geno Sequence 是3乘以10的九十方 如果你要比對兩個 這個Homosome的話 你這個不知道比到哪一天 而且你當場不能做決定 在我們Compute上 是最麻煩的 所以這個後面 這兩個Case 就是Deletion Insertion 我們就叫Open Gap 前面的Substitution 就是M-Gap Alignment 那就是最簡單的 那你要Open Gap的話 就是要用Dynamic Program 所以 Compute上一次 就想出一個辦法 能夠把後面的Option 控制在一個 可以Manageable的情況 那這樣的話 還是需要N-P方 N-P方 想想看 這個Geno Science 已經是3乘以10的九十方 你要再提方一次的話 大概沒有機器 可以跑得動 所以我們就想到一個Case 是說 Alignment Algorithm 可不可以 把它做某種程度的平行化 因為照剛才那個講法 你每次碰到Mismatch的話 你都不能馬上做決定 這樣的話 你非要看到下面到很遠的時候 才可以回頭知道 這樣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平行化 那有沒有一個辦法 可以把它做分斷處理 所以我們下面整個Algorithm 就是要做這個 這個分成兩個Case 一個是Easy Case Easy Case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全部都是Substitution 沒有開Gap 這樣讓你讀過去 不一樣 就是認為你是Substitution 那次訊完全不變 這樣就讀完 以後 我們再來算有多少 Mismatch 這是好的Case Easy Case 但是碰到不好的Case 怎麼辦 要花很長的時間 那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不好的Case 和好的Case 事先做一個區隔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一般的Alignment Match Elements 是有那個紅色的 框框框框框 其它是 Deletion Insertion Time Gap 那有非常多的 Sequence Alignment Mogers 他們的原理都非常類似 那主要的原理就是 就是 跟Short Read Mapping 是一模一樣 那這個 這個我先跳過去 主要的原理就是 See and Understand 就是Blast的 基本原理也是一樣 就是你先找一段 假設這個是Reference Genome 然後 你的Read是在下面 抱歉這個顏色太 太接近 看不太出來 下面那個 淺藍色的是你的Read 所以你希望說 知道你就Read 到Map.genome 在哪一個地方 那在做這個之前 你先找一段 Seat 可能是 在DNA 可能是 15個Base 這個Seat 是 下面和上面 完全一樣 那 找到這個Seat 以後 你再做 Extension 所以這個就是Seat Extension 基本原理 Glass 全部都是 但是它的Seat 也會做一些 Similarity Extension Extension 之後怎麼做呢 就是從 Extension 的地方 往兩邊去延伸 延伸到 Alignment 的分數 降低到一個程度 你就停止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Glass 可以找到 所謂 High Scoring Seat 的一個理由 那這樣做的話 Proping Alignment 其實花非常多時間 而且你在做Read Mapping的時候 你的Seat 不只一個 我們一次的 做完實驗 有四千萬個Read 每一個Read 你要去做Mapping的時候 那個Seat 又非常多 所以你算一下 不得了這個 我們在Algorithm做四千萬個Read Mapping 只要兩百多秒 就做完 所以它是平行化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式 那我的Strategy就是 其實 都是一次做一個Seat 一次做很多個Seat Mapping 但這個Seat Mapping 一次做上去 有很多問題 就是它會交錯 就是說 這個Seat 往這邊跑 這個Seat 往這邊跑 所以你要做 某種程度的Clustrate 那 在比較好的Case 我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假Seat 有兩個Seat 像我們現在畫的這個地方 有兩個Seat 它是平行的 就是說它Match過去 正好兩個距離是 兩端的距離是一樣遠 這是我們發現 很重要的一個Property 就是說 在這種時候 中間這一塊 紅色這一塊 幾乎只有Subject 就選 這個錯誤的基率是 10-5次方 尤其是你的Seat 到一個程度以後 我們這個 幾乎是一個定理一樣 不會錯 不太會錯 錯也沒有關係 因為 你做一次Linear Scan 就知道 它有多少個Mismatch 如果Mismatch 超過 10% 我們就認為它 不是 只有Subject 可能要開Game 這個時候 我們再去做 Break 既然這種機率 是10-5次方以下 所以我們大部分情況 都是先做Linear Scan 完畢以後 這個Alignment就結束了 那這結束以後呢 我們希望說 這種可以用 Substitution Alignment 的Seat 越多越好 那實際情況怎麼樣 實際情況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平行的Seat 中間包了一段 這個Substitution Only 的Alignment 這邊又有一段 所以有很多這些紅色的部分 你當場就已經Alignment完畢 剩下來才是你真正要去做 所謂 Regular Alignment Regular Dynamic Program Alignment 就是那種 不是對稱 不是一樣的區域 那這個區域 到底有多少 我們後來有估計 這個是給大家做一個示意圖 就是假設你下面這個Ring 然後你去 用剛才那個Alignment方法 你會發現 這個彩色的區域就是 正好是平行的 然後呢 它裡面的Region 只有Substitution 所以Linear Scan 就可以把它所有的 Alignment 都做完畢 剩下來 被我們分割開的這些 其他的區域 才是我們需要做 比較廢時的 N平方的 WnPooling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我一開始就把這些 很容易 ECR Line的區域 給Locate出來 剩下的這些區域 就可以Partition 成Individual 這是獨立的 而且如果你今天有提醒電腦 你可以每一個去處理一個 Segment 這樣的話 這個速度就會變得非常快 所以在實際Data測試 在Data Read 比較廣的時候 這個效果 比較不是那麼明顯 像我們這前面是 100H-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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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速度是 158 Bowtide 這是 算是第二塊 458 當你到另外一個Data Set 150H-Pair 是186 Bowtide是 769 這是我們 追找Submit Paper的時候 好像碰到 一個Review 就是Bowtide 這個Root 所以一開始就把我們 reject掉 他說這個 差異不是很大 如果各位知道 我現在台灣缺電 你的速度比達快5倍 你可以省著電費 就不得了 好下面就是 2.5H-Pair 的時候 我們3.95 所以這個 這個差距就越來越大 那當你用到Pagmile那種 7000H-Pair 那 不過它已經跑不動了 所以我就沒有列到下面去 是BWA MEM還可以跑得動 但是它的那個 Sensitivity 也不夠高 我們Sensitivity 是100% 然後呢 這個Blaster是 Pagmile它自己發展的軟體 它會比我們慢10倍 所以在這個Long Read的時候 我們那個 Efficacy 就越來越明顯 如果你 我們後面會講 如果你做到 Whole Human Genome 的Alignment 我們比你要快400倍 OK 中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剛才我給各位畫的那個 彩色的區域 不是N段嗎 剩下那些小的區域要做Alignment 但是 它這個平均要做Alignment的區域 是非常短 這個就是最後看到的 只有21個Base Pair 就是你通常要做 那個比較費時的Alignment Get Alignment 只有21 這樣它當然 它不會花多少錢 就做好了 好 這個是在 這個 誰知道 35時候 OK 就是在做DNA Alignment 我們把他們方法 用到RNASIC裡面 也是一樣的快 而且是這個 道理是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首先 一點 就前面做DNA Alignment的那些Algorithm 它全部是Continuous 因為它從一個C開始去Extend 所以它做出來的那個Mapping 都是Continuous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不能去做RNASIC 因為RNAS事實上是有很多短的Axon 合起來 你必須知道這個Axon 要在哪裡切掉 然後Mapping到不同的地方 這個動作正好跟我們的DNA Alignment 完全一致 就是我們本來就在切 所以幾乎不費任何力氣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Axon 這個Idea 轉移到那個 轉移到RNASIC 那我們PayPal送出去的時候 又有Referer的講話 他說你這篇 有點像操 上次那一篇 就是你做好了 不夠 還說要 要百分之多少的Difference 我說這個Idea 就像DNA Alignment Program 就像Alignment Algorithm一樣 它只是一個Spirit 你應用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不同的結果 事實上對生物學家 這個result非常重要 所以 其實我們要注意的 只是說 你在Intron的兩端以後 你能夠Match W 它的規定的 Segment 所以這些Existing Method 裡面 做一個比較的話 就是說 因為其他方法都太慢 我們只跟STAR比STAR 這個TopHand Subgrid 它們的方法 對不對 跑到後面都跑出來 這是比較短的 我們是71 129 STAR是一個非常快的 Hours 但它Sensitivity 是被我們差的 我們是0.991 它是0.978 NASIC Degaset也是一樣的 95 154 那STAR的Sensitivity 就掉了一點 那還有一點就是 STAR是 就是我們這個領域 生物資訊領域 Bioinformatics Journal Most red paper 就是 它們都有記錄 有多少人來讀這篇 paper 它們 所有的 paper 裡面 最多人讀的 那我們現在其實是 比它還快 但是這個管出來就有一個缺點 就是很少人會注意到 OK 如果是在real data 剛才是Sensitivity data 如果在real data上 那 Penformance也是 類似 150 base pair 等到是250 base pair 的話當然 比較快也可以 這個就是把前面的 這個 DA Geno mapping 還有RAC 這兩個 用同樣的方法 做得比 又快 又準 那這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 我們現在把它 apply到 Holgino alignment 因為Holgino alignment 在那個 Comparative Genomics裡面 非常重要 以前都等很久 我們現在做完 我剛講 去Compare Holgino Sequence 的速度 大概也是幾百秒 就做完 那個細節 我就不講 Geno sequence comparison 這個是數字 這是HG38 這個Data Set Human Geno Data Set 整個Line 完畢的話 那個 還把Substitution Intel 和 那個都找出來 我們只花了 182 那個 第二塊 有很多東西 很多Holgino 都跑得出來 因為Holgino 實在太長 第二塊的 Mammer 4 4 是今年出的 它要跑 13萬 13萬 大概快兩天了 要跑兩天 大概是200多秒 就結束 而且把 Earance Call 到底那些 都做完 所以這個下面是 它 Output的這個圖 就是 Data Set 做出來 我們試過 去跟 不是那麼相似的 Mouse Geno 和Human Geno 來比 大概Mouse Geno 是75%相似 我們 有一篇Nature Paper 上面畫出來 Output 跟我們這個做出來 是幾乎另一模一樣 那下面的話 就是 這一段 只是放在スライド上 可能我到最後 網站把它拿掉 現在所有的這些軟體 做完Mapping以後 要找Verence Call 都要經過GATK 這個Procedure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這個是最麻煩的 中間有7個Procedure 還有那個 要Prepare Sign Ban 這些檔案 他大概都要花一天多以上的時間 才能夠做完 那我們剛才那個 我們現在新的方法 做這個Mapping 完全不需要這些Procedure 因為我們 我們剛剛切完的時候 對於Verence Call 的這個位置 就已經有非常清楚來疊 所以 我們等於在做Mapping的時候 就把Verence Call 做完 所以我們現在最新的方法 做Verence Call 就同樣的4000萬個Rig 進來 做Verence Call 的時間跟Mapping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別的軟體都好 就是前面看 大概花了幾百秒就做完 其他軟體大概都要花一天以上 所以這個 我相信對GenoCenter 今天希望時間的幫助會非常大 謝謝各位 謝謝